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谊 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利赛车队特地开着越野车 环绕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在经过十多天的路程后 车队今天正式从泰国入境大马 并在下午五点抵达霹雳太平十八丁 体验当地独特的风土人形 车队的中国成员纷纷赞赏风景宜人的太平 尤其是十八丁特产的火炭 勾勒起他们的思乡情 然后呢火炭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还是蛮亲切的 因为我的老家也是福建的 就我们也讲火炭 对所以然后刚才看到那位老先生 哎呀他很激动我也很激动 说实在的 是因为他也是他也是我们福建的 那我也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遇见了很多我们那边的老乡 所以很激动真的很激动 对 整个车队的行程大约在一万公里左右 除了面对路途上的路况和气候问题 更人俊的是如何领导上百人的车队 他们表示靠的是大家发挥团队的精神 最大的考验呢是一百多个人 一百二十个人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发车 同一个时间睡觉 同一个时间去一个地方 所以最大的挑战呢 不是天气 不是车的零件问题 而是我们这些人 怎么去组成一个队伍 在一个命令之下呢 能够一起往一个方向 朝向一个方向 目前车队暂时停留在我国 之后还会到新加坡 最后车队将会把车子留在马来西亚 飞往印尼亚加达 参与闭目仪式 NTP7霹雳采访不到